134 順報《財經新聞》 業界盼放寬回應限制 2015年7月27日要文社評A 02中港基金回應 簡證基金回應 月初開通知金營未有基金獲批 證監會上午與香港中資基金協會舉行閉門會議 了解基金業遇到的難題 業界希望在海外註冊的基金能獲有條件納入基金回應 證監會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梁鳳兒坦然 業界的建議會動搖基金回應的基礎 強調將繼續發展在亞洲區內及歐洲其他市場的基金回應 令香港註冊的基金有更多出路 梁鳳兒只建議不可行消息人士透露 證監會與香港中資基金協會約30名代表交流 協會會長兼南方東英資產管理行政總裁 丁神在會上提出 希望日後能有條件放寬北上基金的註冊地條件 由於證監會要求設立基金時 基金經理有五年以上的經驗 另一種中資背景的資產管理公司來港初期 均選擇在盧森堡或愛爾蘭成立基金 再返回香港銷售 他認為,要將基金遷冊redomisal至香港有一定難度 加上基金的管理、豐控及投研等軍在香港進行 建議證監會設立半年至一年期限 容許每間公司挑選二至三隻在海外註冊的基金產品 參與基金回應 梁鳳兒承認部分海外註冊基金 也有在歐洲等地銷售,遷冊或面臨困難 但指出,如果接受,會動搖 基金回應、計劃的基礎 他又提到,不少中資基金公司發行的基金以內地 A股為主要投資地,就算放寬註冊地條件 亦不符合投資範圍的要求,受惠的基金亦不多 梁鳳兒反建議中資基金公司日後多在港設立香港製造 即在港註冊的基金、的產品、其他地方的回應安排 我們都正在做,在香港成立,基金,銷售也不在止於香港及內地 至於ETF在基金回應下的跨境銷售安排細節 業界關注包括以聯接基金的方式 令ETF可符合基金回應的要求 梁鳳兒指出,業界關注到ETF在成立聯接基金後 聯接基金能否豁免基金需成立一年以上的要求 他表示已與中證監展開討論 希望盡快給予明確答案 證監會亦會更新基金回應安排的常見問題集 進一步明確現時不清晰的內容 採訪、讚文、吳永強好要民業界頒放寬回應限制 兩者是之間的 一場航空的故事 我所返的機閉 我處理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